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中国人他还是在讲 我们以前解放的西藏 西藏人以前怎么怎么不好啊 因为我们解放的西藏人 才过上人的生活 类似这些 他对中国人还是这么讲 但是在跟西藏人讲的时候 他不会这么讲 因为他知道 你讲这些西藏人不会听嘛 他会讲我们中国 共产党帮你们发展了经济啊 给你修路路啊 我们是对你是好的啊 你看以前 比如说中国在 五十年代杀了很多西藏人 所以那个时候到 八四年八五年时候 他给很多人付鞋金 所谓的被冤杀的给你二百块 或者一百块或者六十块 他分很多等级 那中国政府就会说 你看看 马不放 国民党 杀了很多西藏人 他们给你道歉过吗 他们又给你赔偿过吗 你看我们共产党杀了人 你看现在还道歉 还给你那么多钱 所以我们共产党比他们好 类似这些 或者说我们共产党了 你看修了 或者我们共产党很厉害 你们再折腾也没有用 他其实现在都是 往这个方面去讲 中国发展的经济 我给你好处了 所以你应该要服从我 类似这些 而不再会说 以前的西藏 怎么怎么不好啊 什么奴奴啊 某某解放了 像比如说他们会说 那个热爹啊 或者什么 以前是奴奴啊 热爹 他就会讲 以前我们很苦啊 你看他们讲的苦 都是那个很笼统的 吃不饱 穿不暖 非常辛苦 饥寒交迫 那些人啊 他们自己吃好的 穿好的 然后呢 我们这些人饥寒交迫 我的母亲来 生下我以后来 觉得很后悔啊 类似这些 看上去好像有 但是你看 自己没有那种 他可以讲一个 火生生的例子啊 我生下来 哪一天没吃饱啊 没有吃饱 然后我在外面去 怎么怎么了 没有啊 他不会讲出这些故事 因为他没有嘛 所以他只会讲 这些笼统的 然后就说 他是奴隶啊 奴隶的后代啊 类似这些 那每一个大论官 他当然会讲自己 是这样啊 所以 中国是 举不出例子 所以他现在 对西藏人只是说 我对你已经很好了 第一 第二 我即使对你不好 你如果反抗 也会很悲惨 所以最好不要反抗 他的逻辑 其实就是这个 除了这两个以外 他已经讲不出 其他的东西 基本上这样 所以 而且 中国政府对西藏人 他其实 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用他的那种意识形态 去影响西藏 他现在的采取的方式 就是 我不管你什么意识形态 我不让你学藏文 我不让你学宗教 以后你即使有意识形态 你也是中文的意识形态 你即使对中国不好 你即使有西藏意识 你的西藏意识 也是用中文来思考 那你也跳不到哪里去 你即使想要回到西藏的 原来的宗教文化 你已经对宗教没有概念 你的那种宗教信仰也不是 就没办法那样的稳固 稳定或者坚强 因为我把你跟宗教一起隔离了 所以宗教不会天然的自然的产生 所以中国对西藏人 他并没有抱着希望你怎样 所以说你看 中国政府在西藏 要西藏人擦国旗 没有一个西藏人 愿意主动地去擦中国的国旗 所有的西藏人擦国旗 都是被强迫的 都是很多地方 是用枪顶着你的脑袋 让你擦上去的 像比如县阳等等 很多的一些县 把中国的国旗扔到厕所里面 中国政府把整个县包围起来 抓很多的人 然后把这个县里面的藏人 有公务员的全部开除啊 或者把学校里面的学生开除啊 等等 用这样的方式 去被迫藏人接受中国的国旗 所以中国打心眼里 就已经放弃了 让西藏人主动地 或者说被动地 接受中国的国旗 被动的他都不愿意接受 你必须是强迫 你必须有武力 或者是要给钱 要么就是拿刀枪 否则西藏人不愿意 把你的中国的国旗挂在屋里 所以你现在去看 西藏的地方 家家户户屋底 都有西藏国旗 因为你不挂 你就会被处罚 而且这个处罚 是非常残酷严厉的 但是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地区 他开始在推行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长远的计划 在推行 但是如果你真的让西藏人 对你幸福了 支持你了 你让他擦个国旗不是很容易 而且国旗还是他掏钱 所以你在西藏去看 如果国旗是旧的 所有的国旗都是旧的 如果国旗是新的 所有的国旗都是新的 因为政府统一发 所以对西藏人是没有影响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是假的 所有人都知道西藏以前有很多的不好的 或者说不尽如人意的这样一个地方 有很多 但是相对当时的中国 当时的印度来讲 就会发现西藏的政府真的是很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